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傳媒記者 晚安 大家好 我是元朗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 歐陽兆江警司 今晚邀請大家來 希望就昨晚在元朗警區發生的一宗嚴重傷人案 向大家講一講我們最新的調查進展是怎樣的 在2020年的7月23號 晚上大約8點10分左右 在元朗西域街17號的一間兵室 發生了一宗很嚴重的傷人案件 當時這間店舖裡面的男店主正在他店外休息 突然間有兩名男子衝向這名男店主向他襲擊 而其中一個疑犯更加是用一個士巴拿 向這個男店主的頭打了一下 在襲擊之後 這兩個可疑人 立即在附近截了一輛的士逃走 正正在這個時間 有一位外賣的速遞員目睹整個過程 他隨即第一時間報警 然後駕駛他自己的電單車 尾隨這輛的士 當這輛的士去到荃灣的時間 這兩個可疑人 在車上下車分頭離開 接報道場的警員 成功將其中一名的可疑人截停和拘捕 另一名的疑犯就逃去無蹤 在警戒之下 當時被拘捕的那位男子 承認襲擊當時的男店主 案件於是乎交由我們元朗警區 反黑組第二隊跟進調查 經過我們的深入調查和情報分析之後 我們鎖定了有三個涉及這一宗案件的可疑人的身份 而在今天的下午 我們成功將這三名的中國籍男子拘捕 我們懷疑他們在當中涉及了 包括有策劃 參與這一次襲擊 以及是負責在現場那裏把風的 我們現時拘捕的這四名男子 當中有三名是報稱學生 他們的年齡分別是14、15和17歲 另外一名26歲的男子 他報稱是地盤工人 其實在今年的6月28號 在同一間的兵室 亦都發生了另外一宗的襲擊案件 當時有三名的男子 用拳腳襲擊 正在收捕的一男一女夫妻的店主 襲擊之後 他們三人逃去無蹤 這兩宗案件現在我們已經合併處理 案件仍在調查中 至於案件的動機 和兩宗案件是否有關聯 我們仍然需要進一步的調查去確實 在我們的調查發現 這間店舖在案發之前 曾經收過一封追溯信件 所以我們初步相信 這宗案件是和金錢糾紛有關 但是我們亦都不會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我們的行動仍然繼續 我們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人被捕 我在這裏強調 我們警方是絕對不會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 尤其是案件是涉及黑社會的活動 一旦有暴力的案件發生 我們一定會全力追查和打擊 而我們亦都留意到 近期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 有很多食肆 他們的經營環境 已經是非常之困難的了 我們很高興見到在這宗案件裏面 有一位熱心的市民 他建議勇為 協助我們警方去追捕這些疑犯 充分地表現出警民合作 攜手滅罪的重要性 但是在這裏 我都希望提醒各位的市民 如果你們發現任何的罪行發生的話 首先要顧及你們的自身安全 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盡快通知警方 我今天要作出的簡報就到此為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麻煩大家 恢復 gerçekten很快 主席 主席 中文字幕——YK